和足球杯前辈一起工作是种什么体验 为了为劳辛苦工作的男主 妹子竟然主动提出要给他按摩肩膀 男主名叫小琪 由于工作出色 很快就被娇小可爱的偏赖前辈注意到了 这天在上班途中 男主看到了偏赖正蹲在草丛边学猫叫 经过询问他才知道 偏赖想把里面的猫叫出来 然后好好的录上一波 可爱的偏赖把男主蒙得晕头转向 差点就错过了上班时间 提前做好了企划书 偏赖便交给了部门主任 但一直坐在电脑前工作让他腰酸背痛 男主提出按摩的建议 妹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这让男主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些不妙的画面 可还没等剧情继续发展下去 偏赖就把这家伙从白日梦中喊醒 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 男主果断说自己的肩膀也很酸痛 企图引起妹子的共鸣 但没想到偏赖竟然提出要慰劳他 小小的手在肩膀上不断揉捏 男主感觉自己都快压不住枪了 由于明天有新人的企划发表会 所以男主找了个地方独自练习 这时偏赖走了过来 给男主讲起了自己当初发言的糗事 虽然那时候他把要展示的资料弄反了 但现在还是能留在公司工作 这鼓励方式我只能说牛逼 男主听说在手心写人字吞下去会缓解压力 就在他自言自语时 偏赖已经开始付出了行动 等到第二天 男主在统计同学聚会的名单时 被别人误会他和早川是恋人关系 天赖也过来吃瓜 男主急忙解释 他和早川只是老家里的很近 算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和中学 然后偶然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看天赖的表情不太对劲 男主还以为他吃错了 但想了想觉得人家应该看不上自己 男主还以为偏赖喜欢自己 可下一秒前辈却支支吾吾地说 他也想和早川成为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帮忙介绍一下 这当头一棒把男主打醒了 通过他的介绍 早川和偏赖顺利成为了朋友 男主询问前辈为什么从不会对别人生气 偏赖告诉他 自己不会专门对犯错后情绪低落的人生气 但突然话锋一转 妹子开始批评男主最近汇报工作不够全面 明明他那么努力工作却不和自己说 毕竟对前辈来说 夸奖下属也是自己的工作 干净失足的男主下班也没回家 准备加班再做一会儿工作 前辈这时还会贴心地为他送上饮料 然后帮他一起完成工作 二人离开公司准备吃顿宵夜 可晚上的温度让偏赖感觉有点冷 见状男主直接脱下外套披在了妹子身上 感受外套残留的温度 偏赖不禁有种被拥抱的错觉 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奇怪 他赶忙把外套脱下还给了男主 坐下点过了餐 男主对前辈之前的帮助表达了感谢 偏赖对此却丝毫不在意 并告诉男主以后不能勉强加班 否则身体会吃不消 到了第二天 男主又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了偏赖 妹子今天也在学猫叫找猫 见状男主在后面开始了他的骚操作 男主在是一日 篠崎さん是篠崎娘子的 篠崎娘子的 返事是娘 娘 娘 这一切有一天 我们去看